老人公交车上土坛被司机训斥,乘客,这次知识老大爷,8月1日将苏昆山一网友上传,那老人在公交车的小桶里土坛,然后被司机训斥的视频,当时老人一似运车,便往座位底的小桶里土坛司机发现后随即将车停靠在路边,走到车厢中央怒斥,老人让其把小桶里的坛擦, 干净老人也听从了司机的要求,用纸巾把小桶里面都擦了干净,并且,到了欠弹司机的行为,让乘客觉得很过分,司机一边让老人擦干净,一边对老人说,干嘛不吐在自己身上呢,拉出来也不看一看这是什么东西,就吐你自己身上不会吐啊。 有目击者称,当时车子行驶了大概在两公里,的样子老人,好像有点运车不舒服,他看到座位下面有个小水桶,但向里面吐了谈驾驶员发现后,非要让老人把水桶擦干净。 驾驶员在询问他的时候,他也在执行擦干净,后面,也表示了歉意说他没有看清楚,但是那个驾驶员,又是不依不饶说话比较难听,当时车上还有七八个乘客对这个驾驶说的话,都表示很愤怒。 这个大爷的态度已经很好了,他还对一个老人说这样的话太难听了,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,趁当时老人吐谈,的小水桶可能不是垃圾桶,因为公交车上的垃圾桶,都在后门口的位置正常乘客吐谈,的话都会拿纸巾包一下涂料,然后扔垃圾桶里。 如果那个小桶是驾驶员打扫卫生,用的老人一礼,面对驾驶员来说确实会有点生气,但驾驶员对乘客态度不好,也是存在问题,的大爷在把谈吐,在驾驶员打扫卫生的桶里,确实会让驾驶员心情不爽。 不过从严全程没有反驳认错态度很诚恳,驾驶员在说一些过分的话确实会让大爷心里难受夏天脾气暴躁,还是要相互多一些理解这样才能上一些矛盾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